您不能不知道要告诉您 台铁明年元旦公司化的节系 铁路人员升职考试登场 但这场考试 台铁有高达297名的司机员都报考参加 也导致明后两天 可以上班的司机员人数不够用 即便找来休假的司机员 甚至连驾驶督导都请来支援开车 但还是少了60名的人力 因此6号 7号 总共会有86列次停驶 另外也会有13列次的区间车 节短行驶 要提醒旅客们多下留意 外国游客本国民众 这几天要搭台铁的人得注意了 因为台铁举办铁路人员升职考试 6号 7号都会有列车受到影响 台铁统计这回报考的司机员有297人 因此紧急调动没有报考 而且刚好在休假的司机员 还有驾驶督导等来支援开列车 但算一算还是缺了60人 不得已只好停驶部分列车 影响蛮大 就是通勤的话很容易迟到 国有国法就要加规 规定怎么样我们都配合 6号主要是西部干线和东部干线 非尖峰时段的区间车 区间快车 还有积极县区间车 一共63列次停驶 另外有13班的区间车 节短行驶 7号状况好一点 只有积极县区间车 停驶23列次 不过台铁为了因应积极县 6号 7号停驶 也在二水站至车城站启动公路客运接驳转程 另外台铁去年9月起暂停实施推出早鸟票 时至今日已经超过一年 有民众想问有没有机会再恢复 台铁进一步解释 当初推出早鸟票主要是为了分流 不过现在尖峰时段 除了新自强号列车外 已经不会有一票难求的情形 因此暂时不会恢复贩售 记者金生玉丁雨特报道